嗨 果然 如我所料 日本加息了 作为全世界最后一个维持负利率的经济体 日本央行也在整整17年之后 迎来了第一次加息 把他的基准利率 从负的0.1% 上调到了0和0.1之间 你看着好像只加了0.1% 看着好像是日本央行的一小步 但这其实是日本货币政策的一大步 关键是说 它有一个巨大的象征意义 这是一个明确的市场信号 日本央行其实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说 大家听好了 负利率我们不搞了 这还没完 其实前两天咱们也聊过 日本央行它有两大的奇葩货币政策 除了负利率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利率曲线控制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增强版的量化宽松 就在同一天 日本央行也说了 这招我们也不搞了 从此 日本激进的货币政策时代 走进了历史 你看看 咱聊日本经济 这视频它没出几天呢 日本央行一口气把俩政策全取消了 可见晓琳的视频对日本央行的影响力 臭不要脸 但我跟你说 日本加温息有意思的 其实是市场的反应 正常来说 你推出一个这么重大的历史性的加息决策 但日元应该暴涨 毕竟加息嘛 何况又是历史性的一步 但是没想到日本央行公布之后 这个日元的不光没涨 反倒对美元再一次跌穿了150大关 这就不太符合经济常识了 对吧 这就有点像老师要是告诉同学说 我们明天放假 结果同学全哭了 你说说他们哭什么呀 对吧 怎么这么奇怪 咱之前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全面的盖揽了一下日本经济对应的情况 但这新闻出来之后呢 我还是收到挺多留言 想让我再聊聊这个事 所以今天咱们就再补充一下 咱来一起聊一聊 日本央行它为什么选择了加息 这个又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 这个负利率它是什么概念呢 就比如说这个利率是负的1% 那现在你要找我借100块钱 等你明年还钱的时候 你就不用还我利息了 你甚至只需要给我99块钱就行 反过来存钱也一样 就是你今年要去银行存100块钱 明年你就只能取出来99块钱 连本金都不够 你看看这样一来呢 你借钱就会变得非常爽 但是你存钱就会非常亏 日本央行呢 它就是想通过这个负利率逼着大家说 你别存钱 你多借钱多花钱 就把这个经济运转起来 摆脱通货紧缩 进入到咱们一个良性的通货膨胀 当然我举这个负1% 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能更明显一点 实际上刚才也说了 它其实只有负的0.1% 而且这个负利率 它其实只是日本央行和日本大银行之间的 就到你我这种消费者这 它就又是正的或者是几乎是零 所以你也别想说 我靠这个负利率外钱借进来 然后给家里囤着赚钱 好 那日本央行为什么现在开始加息了呢 其实最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通胀 它真的来了 之前那期视频 其实我们也详细聊过 日本前几年就已经看到通胀了 只不过呢 日本央行它需要确认 这个通胀它是不是真的来了 还是来日本就专要一圈就走了 要确定这个事的关键呢 就看这个工资能不能跟着一起上涨 就要看日本最著名的 一年一度的工资大谈判 就是春斗的结果 这不三月中的时候 这个春斗结果就出来了 比市场预期的还强 日本的大公司 要给员工加薪5.28% 不光超过了它3%左右的通货膨胀 甚至达到了33年以来的 工资最大涨幅 这日本央行一看 稳了 没问题了 就立刻马上立即加薪 本来市场预计说 你三月份出结果 怎么着得反应一下 所以预期央行四月份才会有动作 没想到吧 日本央行这么着急 扳机扣子比谁都快 好 咱接着往下看 说日本央行加薪 那为什么日元反倒跌了 就是老师都说放假了 同学为什么反倒哭了呢 因为吧 日本央行加薪 其实早就在市场的意料之中了 可是日本央行他虽然加薪是提前了 但是他这个力度实在是太小 就是国债他该买还买 之后他想继续怎么紧缩 他也不说清楚 谨慎到甚至都感觉有点无聊了 这个其实也预示着 未来一段时间 日本央行他在判断是不是要加薪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一直这么谨慎 这就导致了日本加薪 但是日元反倒走弱的 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跌不是因为他加薪了 而是因为他加的没有预期的多 没有预期的坚决 他才跌的 这就好比说 同学为什么知道明天要放假了 他还哭呀 也可能因为同学本来以为 要放一个礼拜的假 票都订好了 结果老师告诉他 就放一天 还留了一堆作业 就没有预期放得多 然后老师这态度也没有诚意 他不就哭了吗 好咱继续深入 日本央行他几乎在一夜之间 结束了一个整个经济体 几乎都适应的一个运行模式 那他意味着什么呢 他又有可能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注意啊我先强调一下 这些呢都是纯粹理论上 实际的影响因素 他可能千千万 我只能说加息 这个控制变量的单独因素 对市场的影响 首先啊你想 加息就是收益率变高了 那整个日本资产 它里边的投资回报率 都会跟着水涨传高 也就是说 日本的资产 它相对于海外的资产 更有吸引力了 那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外资的流入嘛 你要知道啊 日本它可是拥有 全世界最高的海外净资产 就世界各地都有日本的产业 这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而且它这个海外净资产 第一的记录 已经保持了长达32年 22年的时候 这个数大概是2.83万亿美元 这相当于它GDP的三分之二 注意啊 我们这说的是净资产 就是你的资产减去你的负债 这个日本第一 你要是单纯按资产来算的话 那第一肯定还是美国了 我再顺便讨讨讨大家 你知道海外净资产 最低的国家是谁吗 就是海外净资产最多 就是欠别人钱最多的 你知道是谁吗 没错 就是美国 它的海外净资产 大概是20万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 大概相当于5个日本的GDP 已经超过了一个中国的GDP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再说一道日本 那你说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海外的资产 其实很简单 因为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了 对吧 你看央行都把利率压成负的了 经济又不景气 国内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了 那我还不如去纽约买到楼 或者去欧洲买点股票了 而且这还没完 因为日本它的利率不是低吗 那我就不光是只是投资资产到海外 我甚至可以借钱再去投资海外 你想日元的利率假设是零 这几年美国的利率大概是三到五 我为什么不借日元 然后去投资美元 或者投资欧元呢 这个就是我们老说那个利差交易 确实很多人在做 carry trade 而且到疫情后期 日本是主要货币里头 那个仅有的还不加息的 所以它就成了一个利差交易的集中地 总而言之吧 就是有大量的日元投资到海外 而现在呢 日本央行它一旦加息 就意味着国内整体的收益率会回升 大家一看 家里的回报率高了 同时借钱又变贵了 那我赶紧还是把海外的钱给撤回来了 所以这个影响 与其叫做外资的流入 不如叫做日元的回流 日元回流会导致什么呢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具体得去看看 它是怎么回流的 就是这个钱呢 它从哪撤出来 那哪的资产就下跌 这钱流到哪了 哪就涨了 你得先卖出海外资产吧 然后你得再换回日元 对吧 最后你再买日本本国的资产 那对应的结果再推导一下 就是海外资产下跌 日元升值 日本本国资产上涨 大概是这么个逻辑 具体一点 什么海外资产会下跌呢 那你就得看 日本它原来在海外买了什么资产 我亲自统计了一下 日本财政部它的估算 咱来看看哈 首先啊 它最大的投资标的是北美 其实主要就是美国 这里头股和债大概一半一半 这个也很合理嘛 对吧 我们都知道 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美债持有国 持有超过一万亿的美债 而它第二大投资标的呢 就是欧洲25% 这个也合理 而第三名 这个有点意思了哈 它居然不是亚洲 而是中南美 这个就让我感觉有点意外了 你说日本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资产 在中南美呢 难道这里边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策略吗 我就再仔细往下看是哪个国家 二我跟你说啊 这里头有一个国家 它在所有国家里的排名 仅次于美国 排在第二名 大家可以猜猜哈 我跟你说 它不是巴西 不是阿根廷 也不是墨西哥 而是开曼群岛 What 没错 这就是个避税天堂嘛 它其实就是个壳 估摸着哈 就是它在哪又绕了一圈 然后又投到美国欧洲去了 所以我跟你说 这数据哈 你真的有的时候就得往下挖 不然你可能就以为 日本非常喜欢投资拉丁美洲了 好 那咱就清楚了哈 它一旦加息受到影响最大的市场呢 其实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市场 所以哈 有一些可能比较激进的人 他上来就说了 说日本加息可能会成为激发美股 暴跌的叨火索 这个吧 就是我感觉可能性到不大 不过好像东南亚一些 对外资费上依赖的国家 那可能就说不准 你要知道当年亚洲金融危机 其实有一大底层原因 就是日本资本的回流 这我们有机会再详细说 我不要 我不要 好 我们接着说这个加息的影响 它除了会导致日本资产的回流 第二个直接影响 可能也是市场最担心的一个后果 就是日本政府 它借债的成本变高了 你想啊 日本政府这么高的债务水平 往轻了说呢 它可能会限制日本政府 开销和刺激经济的力度 往重了说呢 它甚至有可能会导致 日本政府的信用风险 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了 对吧 所以日本央行啊 它也知道市场担心 日本的国债市场会剧烈波动 它也不希望引发恐慌 它也不希望日本政府还不上钱 所以呢 这次会议 其实它也明确说了 虽然我取消了 这个无限印钱的货币政策 但是 咱还是保持原来的国债购买量 意思就是说呢 虽然我现在不是无底线的印钱了 但是咱原来印多少呢 现在还印多少 大家也别恐慌 你看我那印钞机不还开着呢吗 大家别卖国债 这个呢 其实也是为什么市场觉得 央行这次紧缩率度 非常小的一个原因 所以它短期来看 对日本政府借债的影响 非常有限 而且啊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就因为有时候我看评论区 感觉有些朋友还会有点误区 加息它对政府的影响 它是循序渐进的 而不是突变的 因为日本政府它已经借的钱 这个利率就定了 它是不会受加息影响 只有加息之后新发行的国债 它的利率才会变高 而国债呢 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更新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加息的影响 实际上是在一点一点 随着这个新国债的比例越来越高 而慢慢体现出来 短期内呢 就算日本央行抽风了 对吧 一下利率调到20% 也不会说日本政府 第二天就躺那破产了 好我们接着说 加息它除了让政府的借债成本变高了 其实呢 也让经济体当中的消费者呀 或者是公司的借债成本 也跟着变高了 日本呢 大概有超过50万个僵尸企业 他们一直以来 都靠着几乎是零息的贷款活着 这利率一旦变高 他们可能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你看这次央行 虽然说我们要继续买国债 买政府的债券 但企业这边 它可没说 它基本就撒手不管了 就很有可能会迎来一小波 日本国内那些不太行的公司的倒闭潮 这个影响从底层来说 也是加息它最基础 也是最广泛的 就是抑制日本的经济活力嘛 再严重点 可能会引发一些信用危机 不过加息对一个产业 对金融业来说它是利好 因为银行是非常讨厌低利率的 你利率得高一点 它潜在的利润率才能有空间 原来都富的了 日本的各大财团 它的利润空间就被挤压得非常小 加息之后呢 不光说银行会更有油水了 整个金融系统都会被激发起来 加息对日本股市的影响呢 那就是未知 是Excel 一方面 刚刚我们说资本回流 对吧 通胀回归正常 可能是对日本股市的利好 反过来呢 加息这边有抑制经济 它对估值的影响啊 包括日元走强 对出口的影响啊 这些 那就是利空 所以叠加起来呢 就说不准了 好 说到这儿啊 我之前天马行空地说了一对加息 可能潜在的影响 它是加息的影响 并不只是这加0.1息的影响 老实说 这个0.1%哈 那就啥啥所要 我们刚刚说的那些 它是日本央行 如果持续加息 可能产生的一些连锁反应 你就看最近日元疲软嘛 对吧 其实它最主要的因素 是美国那边出现的变化 通胀抬头 美联储今年 降不降息都说不准了 美债收益率又开始提高 所以你看就是 日本这边归宿加息 美国那边降息又受阻 对投资人来说呢 这两边的利差 很有可能会 再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那套套息交易 就是做空日元买美元 那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还是会有油水 大家对吧 就玩命抓紧 最后这个窗口去做空日元 甚至顶着日本央行 可能会随时入场 给日元拖底的风险 这就导致了乍看起来 可能会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现象 就日元这边加息呢 市场偏偏蒙蒙做空的 以至于今年4月份的时候 做空日元的空头 竟然达到了07年以来的最高点 至于美国那边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呢 事态还不太明朗 就是比较混沌 实际成熟了 咱们也可以再聊聊美国